改善通水廊道让学生更加的安全 桃园市复旦国小两旁是设有人行道 不过因为种植灌木丛是导致学生从林亭区下车后 还得绕到马路上才能抵达校园 养工处将重新规划并设置无障碍设施 预计向行启动工 平镇区的复旦国小位于广平街上 校园两旁设有人行道 提供家长接送孩子使用 然而周边种植桥木与灌木丛 导致学生下车后必须穿越道路 然后再进入校园存有安全疑虑 未来我们会将大家看到的灌木区 打通做一个往下的波道 让孩子下车的时候可以直接从这个道路 往下走到人行道 然后顺利安全地进入校园 市议员王佩玉协同相关单位会刊讨论后 将投入约200万元的经费 改善校园两侧约200公尺的通学廊道 如果小朋友的话 可能小朋友不是像我们大人这样走路比较规矩 他可能就是有时候可能走路就没有很专心 或是可能比较有可能会去换导 我想校园的通学环境 以及孩童的上大学的安全呢 是我们所有的家长以及老师们 大家都非常重视的 另外养工处将针对人行道沟盖翻修 设置无障碍设施 改善广平街与广城街口的高低落差 通学廊道的工程原本预计22日动工 不过为了因应台风带来的影响 开工日将延后到下星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